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莫斯科民众悼念格尔巴乔夫 称赞他给俄国自由 收到逾400件请求 拜登政府延续对华关税 德州新堕胎法案实施 女性堕胎需谨慎 休斯顿消防局获赠加州保健饮品公司产品 前苏联领导人格尔巴乔夫的葬礼于周六举行 数百名莫斯科民众排队向他致敬 来看报道 前苏联领导人格尔巴乔夫于周二去世 享年91岁 格尔巴乔夫的葬礼没有国葬规格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没有参加 俄罗斯允许民众为格尔巴乔夫公开送行 并瞻仰怡荣 哥尔巴乔夫因结束冷战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被很多西方人视为英雄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因日程安排泰满 无法参加葬礼 不过 克里姆林宫表示 普京已在周四向格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 并献花致敬 格尔巴乔夫将像叶利钦一样 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江提亚综合报道 9月2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收到超过400件来自美国企业贸易协会的请求 要求延续对华关税 因此决定予以延长 有分析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针对中共近期 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所做出的强硬反击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通知说 美其代表要求延续对华关税的理由 包括关税措施可以促使中方停止 特定有害政策及作为 为美国制造更多筹码 促使中方废除不当政策与措施 也有助于解决中方技术转移政策 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 对华关税会延续下去 接下来将启动审查程序 检视相关关税措施 拜登政府在5月份放风 要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 而且有关的方案都已经放风出来了 拜登政府在5月份表示 已经朝着关税评估迈出第一步 为了防止对华关税在7月到期 关税评估是必须精力的程序 从对华关税中受益的行业 需要在7月5日前发表看法 并提出延长关税申请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说 但在这期间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共围台军演持续至今 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不断升级 使得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已经没有退让的空间 所以他就把之前放风 希望中美缓和这么一个措施先搁置了 然后到现在正式的决定 继续延续对华家人关税 这是拜登对中共的一种强硬的反击 为了对抗中共常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共发动贸易战 相关措施于今年7月及8月期满 5月份拜登政府对相关措施启动审查 时政评论员蓝述说 延续对华关税是一个公平的决定 主要是因为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用一个不对等的手段发展经济 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建立在 严重损害他国的经济基础之上 这种强制的扩张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造成的就是 美国所有的中产阶级的消失 工作机会的流失 然后制造业的产业集体消失 蓝述说川普加关税之后 一些重要企业纷纷回到美国 等于说用关税的方式让中美贸易对等了 强制中共兑现他加入世贸时做出的承诺 新唐人记者李韵舒灿采访报道 德州新堕胎法开始实施 提供堕胎服务的人可面临刑事责任 有些人为规避这条法律 寻找其他途径 来看报道 从本周四起 在德州提供堕胎服务将被控以重罪 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 执行堕胎者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以及至少10万美元的罚款 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贝托·奥洛克 反对州长埃博特的这项堕胎禁令 在过去的几周里 人们一直在寻找方法规避这项堕胎法 据媒体报道 总部位于墨西哥的组织 Necesito Abord 声称已为美国女性提供自行堕胎药物 然而一些医学专家对此表示异议 Bill Lyle是执照妇产科医生 他向新唐人电视台解释了 女性自行服用堕胎药物的潜在风险 The number one pregnancy-related killer of women in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is still a ruptured ectopic pregnancy A urine pregnancy test only says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pregnant but it doesn't tell you where that pregnancy is and about one percent of the time that pregnancy can be ectopic or in the tube and if a woman takes the abortion pill and the pregnancy is in the tube she's told you're going to have bleeding cramping and pain that's what they tell you to expect from the abortion pill but the symptoms for a rupturing hemorrhaging ectopic pregnancy are the same bleeding cramping and pain and so we are going to have women who will be harme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were treating a pregnancy inside the uterus when really they had a pregnancy it was inside the tube 据报道一些孕妇去了 不制止多胎的地方 Michael Kimbera是盈利性公司 Aboard Offshore的总裁 该公司在墨西哥湾联邦水域 开设水上诊所 提供多胎手术 从今年6月以来 德州议会已批准拨款1亿美元 给孕妇及家庭提供支持和资源服务 除德州 爱德河州 俄克拉荷马州和田纳西州等其他州 也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堕胎禁令 新唐人记者齐慧 梅林休斯顿报道 加州一家保健饮品公司 向休斯顿消防局捐赠了5万只 保健补水冲击 以帮助消防员在炎热的天气下 保持身体充足的水分 休斯顿的夏天非常炎热 消防员在执行任务时 身体水分补给非常重要 本周二 休斯顿消防局 获得加州一家保健公司 捐赠的饮料产品 这家名为liquid IV 保健公司生产的饮料混合冲剂 功能包括补水 提神 睡眠补助等 捐赠给休斯顿消防局的5万多只冲剂 全部都是补水功效的 这家公司网站上说 他们采用美国制造的 非转基因 电解制饮料混合物 利用细胞运输技术CTT 增强水和其他关键成分 在血液中的快速吸收 休斯顿消防局将把这批饮料冲剂 分发给消防员 消防员可以自愿使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齐 杰瑞 休斯顿报道 一位来自海地的德州大学生 领养了一名海地的器婴 他希望爱和善良 会让世界更美好 吉米·阿米歇尔 是德州州立大学的学生 他在2017年 回到海地的家过寒假 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一天他在去一家孤儿院做志愿者的路上 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男婴被遗弃在垃圾堆旁 这个才四个月大的婴儿身上爬满了火蚂蚁 吉米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抱回家 和妈妈一起照顾他 不久 海地警方和一名法官来到他家 问他是否愿意做婴儿的法定监护人 但吉米相信 他遇到这个无助的婴儿 是冥冥之中的事 从来以后 吉米暂时停止了大学的学业 把孩子留在母亲身边 出去打工赚钱 吉米说他现在有足够的钱 来证实领养 当初的男婴已经长大到四岁了 名字叫安米利奥·安吉尔·耶利米 在网上筹款的帮助下 吉米还创建了Ford Love基金会 向海地的弱务儿童赠送学习用品 他也希望能尽快见到家人 因为海地目前政治动荡 他现在还无法回到海地的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齐慧梅林休斯顿报道 稍后看到 休斯顿警察局首届招聘展示会 上千职位开放 欢迎回来 休斯顿警察局在市中心举办首届招聘展示会 休斯顿警察局目前有近5100名警察 计划招聘1000多人 休斯顿警察局首届招聘展示会 上周六在市中心的旅游景点 Discovery Green公园举行 警察局的多个部门分别设置信息摊位 向来此的民众介绍部门特色 警局局长表示 休斯顿警察局目前有近5100名警察 计划招募1000多人 这次招聘会上还有 休斯顿警察局的巡警 骑警 爆破组 防暴警察 潜水警察等部门 还有招募文职人员的911紧急系统 以及行政职位 除此之外 现场还展示了警局使用的几种高科技 包括机器狗 无人机等等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 现场登记面试的人也排起了长队 应聘警察的申请人条件 包括年龄和学业证明 具体的信息公布在 hpdcareer.com网站上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益勇齐 齐慧 杰瑞 休斯顿报道 乔教中心上周六举行美南乔务工作会议 为今年11月在台湾举行的中华民国乔务会议 收集本地的乔劫意见和建议 中华民国111年乔务委员会议将于11月召开 为深度了解美南地区乔劫需求 休斯顿乔教中心上周六下午召开大会前的美南乔务工作座谈 以会及乔劫意见形成提案 并于乔务委员会议中讨论研议 当天会议采取实体及线上方式举行 有来自美南的五个州的乔领和社团负责人 以及乔卿代表60多人参加 驻休斯顿办事处处长罗富文主持了会议 会中讨论了六个方面的议题 包括鼓励乔青加入乔社服务网络 推动智能乔委会 加强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辅助机制 培育及流用优秀乔生 运用海外乔台商优势协助台湾产业 以及推广乔务电子报新闻平台等 出席的乔团代表发言踊跃 尤其聚焦在经济及教育产学合作 以及如何强化于当地台湾青年一代的连接 罗富文针对每一项问题予以答复 同时由教育组杨淑雅做综合性回复 乔教中心主任王英荣表示 每年召开的乔务委员会议 曾受疫情影响停办 今年适逢乔委会成立90周年 决定扩大办理 将邀请现任委员 以及卸任的乔务荣誉职人员 乔领及青年代表等 一起返台召开会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 新评 休斯顿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郁门厨房为您带来鲜美营养的 竹生蛤蜊鸡汤 欢迎去收看 秋天人们都喜欢喝一些滋补的汤 在本期的郁门厨房栏目中 我们来看一道营养美味的 竹生蛤蜊鸡汤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郁门厨房 我是孙奕文 现在已经立秋了 秋天可以多喝点汤品 不仅可以去除秋灶 而且可以滋润养生 今天我就来做一道竹生蛤蜊鸡汤 竹生是一种真菌 能够清肺养胃 滋阴补养 蛤蜊也有类似的功效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材料鸡腿肉 蛤蜊150克 竹生40克 调味料有 盐 鸡粉 米酒 姜 做法是 鸡肉洗净后切块 放入盘中 烧开一锅水 把鸡肉放入废水中汆烫 去除血水 煮开后 把浮沫去除 然后把鸡肉捞出 用清水洗净一下 放一旁备用 如果用的是活的蛤蜊 要浸泡冷水涂沙 我用的是韩国速冻蛤蜊 味道一样鲜美 这里我先把蛤蜊解冻备用 现在来处理竹生 先把竹生的网状物剪掉 把一端的顶部硬的地方剪掉 再剪成两寸的小段 放入碗中备用 把竹生浸泡在凉水里 很快就泡发变软了 这时把竹生上面的白色膜去掉 煮一锅沸水 放入竹生 汆烫一下 然后取出放入冷水中 等温度凉一点后 用手把水挤去备用 锅中加水 放入鸡肉块 还有竹生 放入几片浆 淋入料酒 盖上盖子 煮至沸腾后 转小火继续炖煮25分钟 再放入蛤蜊 加入盐 鸡粉 盖上煮到汤开 就做好了 一碗鲜美的竹生蛤蜊鸡汤就上桌啦 我来尝一下 先来喝一口汤 味道非常的好 口味层次分明 有竹生的清香 蛤蜊的鲜美 还有鸡肉的细腻 我们现在再来吃一口 这个竹生带有脆脆的口感 非常非常特殊的食材 鸡肉软嫩 蛤蜊让汤更加的鲜美 养味滋润 做给家人吃一定很受欢迎 您也来做做看吧 广告后 60秒学英文 教您在英文中如何见面打招呼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见面都会礼貌的问候打招呼 英文里有哪些常用的问候方式呢 我们来看本期的60秒学英文节目 大家好 我是Kelly 欢迎来到60秒学英文节目 我们经常会在部中场 和遇到朋友打招呼 可以简单的说 Hello Hello there 对方一般也会用Hello来回应 或者Good morning 早上好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 也可以说 朋友听到你回答用I am ok 心里可能想发生什么事情啊 因为这样的说法是 你可能绵绵强强不是很好 好 今天就封闪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 今日休斯顿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天气 进入九月份后 休斯顿的天气逐渐变好 酷热不再 干旱已走远 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 周日有雷震雨 最高气温84度 最低气温72度 降雨概率是70% 周一雷震雨天气 最高气温86度 最低气温74度 降雨概率是80% 周二和周三 也都是阴天有雨天气 最高气温都是88度 最低气温74度 降雨概率是40% 到了周四 也是阴天有雨天气 气温略有升高 最高气温90度 最低气温74度 周五和周六 又回到了晴天多云天气 周五最高气温90度 最低气温74度 周六最高气温86度 最低气温76度 九月七日是白露 清晨的露水逐渐加厚 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 视为白露 在白露节气 有收清露的习俗 明朝李时珍 本草纲目上记载 白草头上秋露 未稀时收取 育百病 白露这天的露水 被认为是治疗眼积的灵药 因此收清露 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